徐凤年跟那重新投披金手藏袖的鹰鹉丹鹰同其一马,也谈不上什么不适应,何况心脉还被他按住,引导序乱气击下昆仑,这时候的徐凤年实在是顾不上什么别扭不别扭。 跟白马一从回合后,持马返回北梁,临近边境,徐凤年抬起手,那头神俊非凡的清白卵直直坠下,停在手臂上,很快就有韵律堪称简洁极致的一阵马蹄声传入耳中,为首一人是头臃肿不堪的肥猪,胯下坐骑,也亏得是一头重型汗血宝居, 这胖子竟然破天荒劈了一套轻至甲舟,因为体型缘故,腰间佩刀不易察觉,实在无法想象这是一位戎马生涯的百战将军,更无法想象这个死胖子曾经有过千奇开蜀的惊天壮举。 楚禄山披甲以后,这一次见着柿子殿下,没有当场滚落下马匍匐在地,做出一番鼻涕眼泪横流的景象,只是在马背上弯腰抱拳,毕恭毕敬说道,启禀殿下,末将已经开辟出一条清静路径。 徐凤年皱眉道,徐霄也来了,只带来三百精锐骑军的楚禄山抬头咧嘴笑道,大将军一人,就已经把顾剑堂救部的六万兵马吓得屁滚尿流。 脸色苍白的徐凤年点了点头,轻松穿过无人阻拦的边境,徐凤年见到一起急驰而来。 一对父子,像是无言。 行出二十里路,徐霄终于开口问道,伤得重不重。 徐凤年摇头道,死不了。 徐霄瞪眼道,臭小子,说什么屁话。 徐凤年回瞪了一眼。 徐霄立马气焰全无,望向前方叹息道,辛苦你了。 徐凤年没好气道,你不一样说的是屁话。 徐霄点了点头,又不说话了。 黄蛮儿拖拽着那句符江金甲,步行如飞,跟在徐霄和徐凤年身后,一直傻笑。 袁左宗和楚禄山并驾齐驱,但两相艳增,隔了两丈距离,从到头尾都没有任何视线交集。 楚禄山也不去瞧袁左宗,只是黑黑笑道,袁将军,看情形,没怎么出力吗? 胳膊腿脚都还在,倒是殿下受伤不清。 咋的,没遇上值得你老人家出手的货色。 哎呦喂,杨太岁都不放眼里了呀。 袁左宗不理睬陆球尖酸刻薄的挖苦,一个巴掌拍不响。 可惜陆球从来都是那种,一个人就能把巴掌拍得震天响的浑人。 我说,袁将军,别立下大功就瞧不起咱这种只能远远给你摇旗呐喊的小喽啰吗? 来,给咱说说看你老人家在铁门关外的丰功伪计,回头我去给你立快背去,要不给你剑作生辞。 都不是问题呀。 袁左宗始终不闻不看,也不说不怒。 楚禄山继续在那叨叨道没完没了,不过稍微放低了嗓音。 嘿,我还以为你会跟着陈之暴去西蜀称王称霸呢? 你老人家跟齐当国那憨货一样,太让我失望了。 你瞧瞧咬剪叶西针那两不计恩的白眼狼,就没让我失望。 袁左宗瞇起那双性子眼。 死胖子还没过足嘴瘾,扭了扭粗短脖子,还要说话,被徐凤年回头训斥道,陆求,回北梁喝你的绿椅。 要是不够,喝奶喝尿,随你。 楚禄山缩了缩脖子,终于绷不住,露出来面目,一脸谄媚道,殿下说啥就是啥。 袁左宗神情平静。 楚禄山嘀咕道,该反的不反,不该反的偏偏反了,星号星号星号。 袁左宗突然说道,来的路上殿下说了,回头拉上其当国,一起喝酒。 楚禄山瞪远眼珠子,扭头问道,再说一遍。 袁左宗崇心如石佛禅定,一言不发。 楚禄山抹了抹额头滚烫汗水,娘脸,老子比当年听说你要点我的天灯还发慌。 徐霄转头,贴了一眼那对视如水火多年的义子,悄悄感叹。 徐凤年长久吸气却不呼气,然后重重吐出一口气,转头问道,死是假,为什么? 徐霄平淡道,黄蛮儿打小不跟他二姐亲近,不是没有理由的。 徐凤年嘴唇颤抖,欲言又止。 徐霄说道,虽然他不是我和你娘亲生的,但我从没有把他当什么死是假看待。 我只知道我有两个女儿,两儿两女,三个孩子都长得俊俏,随他们娘亲,唯独二女儿长得最像我徐霄,我不疼他疼谁。 养儿子养女儿,是不一样的养法,我这个当爹的也不知道到底是对是错。 真说起来,最苦的还是你,所有孩子里,我没有骂过谁,就只有打过你一次,而且也就两次三番让你往外跑,说不准,哪天我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你娘去得早,否则肯定抽死我。 那你不拦住我姐? 根拦不住,我传信给她说,草长青会前去祖劫,她还是去了,大雪龙齐军内部差点闹出滑遍。 这傻闺女,真是比亲生的还亲生的,你说像不像我? 像。 对了,这些话回头你自己跟我姐说去。 哪敢啊,你小子每次也就是拿扫帚板凳黏我,那闺女真生气的话,可是会拔剑的。 徐凤年无奈道,瞧你这堂堂北梁王的出息。 徐霄笑道,你有出息就行。 徐凤年轻轻晃毙,那只相伴多年的六年,凤阵齿高飞。 徐凤年看着天空中逐渐变成黑点的神琴,轻声道,真看不出来,披上甲咒,挺像将军的。 徐霄也抬头望向天空,柔声道,你以后也一样的。 一辆美玉琳琅的豪奢马车驶入北梁道境内一道,都说行走江湖出门在外,不露黄白。 这辆马车的主子可就真是推不知江湖险恶了。 马夫是一名体魄健壮的中年男子,身秋萧索凉透,仍是一席黑色短打紧衫,浑身肌肉骨掌,气机却内脸如常,呼吸吐纳悠然,不觉如常河,显然已经是真于外加高手巅峰。 由此可见,马车内的所坐的人物,跋扈的也有些道理和依仗。 中年马夫姓红明彪,这一路走的那叫一个血雨腥风,从王朝东南方走到这离阳西北,一夜之间掌门或是长老,变成人干的帮派,宗门不下二十个。 这些人物在江湖上都有着鼎鼎大名,绝非练了几手把势就能孤名钓鱼的小鱼小虾。 红彪叹了口气,有些骑虎难下,内心深处无奈之余。 对于身后的年轻主子更夹杂有几分越来越浓重的敬畏,有些话他甚至已经不敢当面去跟她说,他替她寻觅作为进补武学修为的食料。 卫虎作娼不假,可他这趟走入北梁,何尝不是与虎谋皮。 车厢内,没有丫鬟婢婢女随逝的年轻女子正在对静抹胭脂,一袭大袖子裙,也亏的是她才压得住这种纯正大色。 她的嘴唇圆已经有些病态的透子,此时正在用昂贵锦盒中的桃红胭脂压一压,否则就阴气远胜英气了。 她抿了抿嘴唇,眼眸中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一般女子捧镜苗眉贴花黄,何况还是长得这般沉于落雁,总归是件喜气开心的事情。 她随手丢掉绕枝铜镜和锦盒胭脂,想了想,又拿起那柄铜镜,伸出一纸,在镜面上横竖勾画,支离破碎。 她就是灰山谷牛大岗的女主人,轩原清风。 车厢内堆了不下百大多是轩原家珍藏数百年的秘籍,她要送个某人,是跟送一堆沸铜烂铁,没有差别的败家送法。 问题在于对方还未必肯收,这让轩原清风皱了皱眉头,身上气势愈发阴郁沉沉,像一株阴雨天气里的枯败桂花术。 她根据家学所载秘书,在一年多时间里如意之责人而逝的母饕铁,汲取了无数功利修为,让她的武学境界一日千里。 下山之前,有一批灰山就愁其他女子当家,联手上山寻衅,不顾有邻居龙虎山的真人在场,她将十数人全部勾抓成干尸。 原关系不错的天师傅已经明言轩原是子弟不得踏足龙虎山半步,可她轩原清风会在意这个。 轩原清风伸出一根手指,轻柔抹匀了嘴上胭脂,嘴角翘起,挂满讥讽意味,等我走到五道凹头,第一个目标的便是你们天师傅那一窝的皇子贵人。 她掀起帘子,懒洋洋坐在客卿红彪身后,红彪没有回头,轻笑道,到北梁境内了。 轩原清风点了点头,问道,吕祖有句歪诗,得传三清长生术,以正金刚不坏身。 你说指玄境界高于金刚,是不是因为这句诗长生术在前金刚身在后的关系? 红彪放声笑道,这种道理,家主你可就得问皇放佛了,我不太懂,这辈子只知道埋头练武,以前随便得到一秘籍就一条路走到黑,后便到了灰山,也只是挑了一两去学,也没怎么想去多看几。 说到底,还是笨,死脑筋,没得要医治。 北梁的凉风袭袭,秋意拂面,轩原清风,心情舒淡了几分,少了些许阴森利气,微笑道,红叔叔,黄放佛可是捅破一品境界那层窗户纸了,你也得追上去。 否则咱们灰山可真没几个拿得出手,好去江湖上显摆。 红彪点头道,家主放心,红某不会有任何懈怠。 走外家路数,开头容易后头吃苦,由外家转入内家不易,不过既然家主已经给我指了条坦荡名路,要是再达不到一品金刚镜,可就真是毛坑里的砖头什么用都没有了。 义态慵懒的轩原清风吻了一声,主仆二人沉默许久。 轩原清风冷不丁,看似玩笑问道,红叔叔,你会不会有一天在我众叛亲离的时候背后捅刀子? 背对他的红彪手中马僵,微微凝致,然后迅速麾下,笑道,不会。 我红彪能有今天,都是你爹轩原竞成所赐,红彪是不懂去讲什么仁义道德,但帮亲不帮理,是打从娘胎出来就注定了的。 轩原清风笑容古怪,语气平静道,那红叔叔留下北梁军中。 红彪强忍住转头的冲动,轻轻问道,啥? 红叔叔你熟安兵法韬略,灰山四军骑兵都是你栽培出来的,那位北梁世子多半会接纳你,一朝天子一朝臣,等他当上北梁王,总会有你出人头地的一天,比起屈才给我这个江湖大魔头当打手,惹得一身腥臭,可要好上千百倍。 不管你认为我是出于交换目的,将你留在北梁当人质也好,还是由于信不过你,不愿意将你留在身边也罢,都没有关系,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红彪沉声道,红某就算身在北梁,将来也一日不敢忘记自己是灰山家奴。 轩原清风靠着车厢外边的沉香墓壁,没有出声。 红彪也没有继续感恩戴德。 轩原清风的视线从红彪背后转到一路一边的杨柳树上。 六,谐音柳。 轩原清风伸出双指,朝路旁柳树坐视一家,凭空斩断一节柳枝,欲回手中。 红彪的呼吸在刹那之间游击变缓。 轩原清风编制了一个柳环,戴在头上,奄然一笑。 那只等同于遗言的锦囊,曾明确说过红彪有反骨,看似憨厚,实则奸华,需要以力压制。 轩原清风并非没有信心让他沉浮,只是生怕自己忍不住就把这个有反骨的家伙给生吞活泼了。 在他眼中,一个红彪能算什么东西? 他发誓要以女子身份登顶五到第一人。 相反城外绵延无边的稻田都已收割得十之星号星号,是个顶好的丰收年,百姓们都说是托了新靖安王的福气。 只不过这位靖安王赵荀在民间口碑好上加好,在青州青党之中却是急转直下,都骂这位藩王吗? 过河拆桥,才由柿子遍藩王,胳膊肘就开始往外拐得厉害。 其因是朝廷下旨各藩抽调精兵,赶赴边陲换房以及增房,就属敬安王这边最为不遗余力,让就在庙堂上说话越来越没有分量的青党怨声载道。 也对,这种被朝廷摆上台面的削藩举措,就是出自赵荀入京时城上的二书十三册。 如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赵荀这位魄力担任京略使的陈藩王果真是够狠,一样做得毫不含糊,被做惯了山大王的青州将领们骂得不行。 私下相聚,都说这种胸无大志的狗屁藩王,做什么敬服一方,安定一番的靖安王,去京城朝廷当个礼部侍郎就差不多了。 不过,看驾驶,靖安王赵荀却是乐在其中,做了许多踏踏实实让利于民的事情,一点都不介意被青党抬住大佬门嫌弃,因为京略使的特殊身份,没有了诸多藩王禁锢,甚至几次主动登门造访青党抵住姓氏,持笔门庚还不至于。 但高门豪法后头的老头子和青状态,也谈不上有什么好脸色给靖安王。 以往那些常年积攒出来的深厚交情,都给冲淡了,唯独一些小自辈的,暂时在家族内说不上话的众多角色,对赵荀还是观感颇家见好。 今天,香凡成交一户农家,可是受宠若惊了,两位柿子模样的公子哥竟然停马下车,其中一位衣着华贵的柿子还亲自下田帮他们收割稻谷,起先当家的老农伟,时不敢让那公子哥动手,生怕割伤了手,可熬不过那张笑脸恳求,也就战战兢兢应下了。 那公子哥不愧是看着就有大学问的读书人,学什么都快,一亩地丘收完毕,第二亩稻田,公子哥割稻的,手法就跟做惯了庄稼活的村民一样娴熟,老农的孙女给那公子递过水壶时,脸红得不行,把老农给乐得更是不行。 私下玩笑了一句自己孙女,说那位世子可是富贵人家出身,瞧不上你这妮子。 割完了金黄熟道,那公子还帮着装上牛车,有黑老农都替他心疼那一身衣衫,最后看着孙女慢慢一步偷偷三回头的俏皮模样,笑着摇头,沧桑老人心中感慨那公子真是好人啊。 亲自夏田割稻的公子哥一屁股坐在田梗上,擦了擦额头汗水,干脆脱去鞋袜,将双脚踩在泥地上。 身边有一位笑意温和的年轻读书人,穿着朴素,跟贫寒世子无异,他因为目盲而没有夏田。 有隐蔽于远处的侍从想要端上一壶快马加鞭,从府邸送来的兵镇良久,被锦衣华服的公子哥挥手退下。 他笑问道,陆许,你说王这算不算知道民间疾苦了? 木盲世子扯了扯嘴角,若是能够不提王二字,才算真切知道民间疾苦。 公子哈哈大笑,对于这种大不敬言语,根不以为意。 静安王赵寻,曾在永子向赌其谋生的瞎子陆许。 赵寻叹了口气,忧心冲冲道,陆许,轻挡一事,你让我先行喂饱小鱼,尝献好钓肥,再抚一伙慢顿老乌龟,我都按照你的既定策略去做了。 这些都不难,毕竟都算是自家人,青党就大煞江青,注定是分崩离析的结局,一群被赶出庙堂中枢的散兵游泳,他们大多数人除了依附于我,也没有其他选择。 不过当下咱们可是有燃眉之急,京城那一门三劫的宋家可是铁了心要咬我,宋观海那老儿开创新名学,得以霸占坛二十年。 我朝平定春秋以后,宋老夫子更是亲笔提写《忠臣》、《宁臣》两传,还有编传九格全书,每月十五平点天下世子,可在皇城骑马而行,都是天下读书人崇拜至极的荣勋。 小夫子宋志求清出于兰而胜于兰,接任国子建又祭久,一字千金,连皇帝陛下也赞不绝口,如今科举取势,大半读书人可都是不得不写那宋体,献媚于考官。 宋家除凤,宋克里也不辱家学门风,一举金榜提名,位列榜眼,成为新晋的黄门郎,万一再打磨几年,外放为官。 立马掺沙子到了咱们这边,可就彻底难缠了。 宋关海记仇父王当年当庭羞辱他是老不休,如今天天在京城挖苦我,更是不断在朝廷上弹劾我,就算听说他现在身体抱恙,没几天可活,但是有宋志求和宋克里在,对咱们来说是一场近乎没个止境的恶障啊。 陆许兴许是因为眼睛瞎了的缘故,听人说话时,显得格外专注。 他是温吞的性子,别人说话时从不打断,自然更不会有半句淤阔言谈,安静等待静安王到完了苦水,也没有妄下定论,只是平静问道,静安王可知宋关海在殿上有过忠臣良辰一说。 赵寻受陆许感染,加上身病不毛躁,此时已是平心静气许多,点头道,当然知晓,在春秋前后当过三姓家奴的宋关海为了给自己洗出个清白,跟先皇讲过忠臣与良辰之区别,良辰是为一己之私,不惧刀斧加身,为名垂青史而让帝王蒙寿史书骂名。 而忠臣则是勤勤恳恳辅佐君王黄图大业的同时,自己同样收获好名声,子孙心火相传,福禄无疆。 宋关海那老家伙当然是以争争忠臣自居,二十年中讽见直见死见无数次,连皇后都数次亲自为他向陛下求情,这才逃过牢狱之灾。 这一点,我倒是的确打心眼佩服宋老夫子。 陆许嘴角勾起一抹击翘,摇头缓缓道,不过是一介纵横家的长短学说而已,忽而用儒,忽而转皇老,再而重罚,无操守可言,当不起夫子,二字。 陛下曾说过宋夫子舒曼通达,但朕觉其妩媚,世人都以为是称赞,但深究一番,这可不是什么好话,或者说是一句有很大余地的盖棺之论。 赵寻一愣之后,舒心大笑,拍手道,新鲜新鲜,陆许你这个说法大快人心,我都想要喝酒了。 陆许仍是古井不波的心境,但笑道,上次让婢女独你送来的京城密信,其中一件小道消息写得模棱两可,传言宋观海见证皇帝的奏章,都偷存有付, 但是至今忍住没有交给使官,这可是又想当忠臣又当良臣的人心不足。 赵寻众媒道,这件事情真假还不好说,就算退一步说,宋观海真存有奏章秘录,只要不交给使官,咱们能拿这个做什么手脚? 要是哪天带进棺材,就更是没戏了。 宋老夫子可是板上钉钉,可以死后让陛下撰写杯的。 陆许语气平缓说道,以宋观海的性格,肯定是真有其事。 至于是否在死后交给使官,顾律子孙福泽,哪怕他年老昏溃,他儿子宋志求也会拦下。 但是,赵寻急不可耐道,快说快说。 原没有卖关子,企图的陆许停顿了一下。 赵寻赶忙笑着作医致歉,是我心急了。 陆许说道,人尽暮年,尤其是自知在世时日,一些个没有远虑,更无尽忧的权势人物,往往就会有一些可大可小的昏招。 就算有宋志求有意缝缝补补,但也不是滴水不漏,只需等宋观海去世后,趁热打铁,动用在宋府上潜伏的碟子,故意向京城某一股宋家敌对势力泄露此事。 若是没有安插死士碟子,也无妨,空学来风的流言蜚语一样稳妥,京城从不缺捕风捉影的小人。 但有一点极其重要,消息传递要快,已要最快速度传入皇帝耳中,绝不能给宋家销毁奏章妇的空闲。 若是被迅速毁去,再想扳倒宋观海,就只能让静安王府牵头,受益一人集合三百四十二奏章,鼓吹散步于京城,只是如此一来,你就要难免牵扯其中,并不明智。 咱们不能轻视陛下眼线的耳目之灵光,以及那些官场老人的敏锐嗅觉。 还有,请静安王你牢记宋观海,毕竟是大皇子和四皇子的授业恩师,虽说你在京城跟他们都有过一面之缘,看似相互观感不俗,其实,仅以眼下来说,必远远大于力。 如果这件宋门或是无需静安王你亲自出马,不存在任何蛛丝马迹的话,到时候便可以自污名声,假传奏章赴外泄,因你而起。 如此一来,你就可以彻底摘出京城官场,暂时远离两位皇子。 而且不用担心皇帝陛下会对你起疑心,他毕竟不是那类无知雍君,反而只会对你加重信赖。 这对相反和你这位经略使而言,才是正途。 静安王赵荀细细咀嚼,频频点头。 但赵荀随即问道,这件小事,真能推倒宋家。 陆许闻着秋收稻田独有的乡土,清香气息,脸上终于洋溢起,一点笑意连衣,官场上作戏,不能做得过活。 跟炖老鸭汤是一个道理,慢炖出味,但太久了,也就没味了。 宋家智学有道,为官则远训,张首府还祭九等人,比起西楚仪老孙太师更是差了太多。 还有,自古著,利益要求大,切入口则要求小。 见卫之著,别小看这种小事,真正让宋家从容转衰的,恰恰就是这类小事。 荣吉仁臣,向来福获相依。 宋观海不是徐霄,也不是顾建堂。 更不是看似跋扈乖辟其实底蕴,无比雄厚的张巨鹿。 富贵才三代的宋家失之根基轻浮,看似满门荣耀,加上宋观海结怨太多谈巨波,想要保住晚结,很难。 宋志求的国子剑又忌久,宋克里的小黄门,一旦大祸临头,那些自称宋门走狗的门声, 大多会急匆匆回家提笔倒戈一击,不愿落井下石都算风骨齐家了。 静安王你可以选择在宋观海死后有所动作,也可以在宋观海重病时做出动静。 若是后者,大概可以活活气死和吓死这位老夫子吧。 赵荀向后倒去,直直躺在田梗上,翘起二郎腿,眯眼望向天空,那宋志求和宋克里会如何? 陆许答复道,看他们如何应对,赴经请罪,不认老子认朝廷,还有希望东山再起。 若是孝字当头,甚至有一点点奢望忠孝两全,就是死在潦倒中。 赵荀无言以对,陆许也寂静无声,抓起一把泥土。 赵荀突然坐起身,笑问道,你这些门道都是怎么学来的? 陆许自嘲道,眼瞎了,无事可做,就只能瞎琢磨一些事情。 赵荀伸了个懒腰,你说那老鸭包,真的好吃,回头让府上下人帮你做两钟。 陆许点头道,不扣俸禄就行。 记下煲汤这件事的赵荀拍拍屁股起身,陆许轻轻轻放下手上那一泡土, 跟着站起身后轻声说道,那女子来历不明,还希望静安王不要沾染太多,动心不动情即可。 赵荀立声道,放肆。 陆许笑而不语,僵持不下。 赵荀脸色猛然转变,握住陆许手臂,无比诚恳说道, 我一直在等你这句话。 我深知相凡上下,唯有你是真心待我,赵荀岂会不知。 陆许,还希望你以后能在我走弯路的时候,请你直言不讳。 我只是个无法科举,无法担任,朝官的瞎子,只要静安王肯告知我,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嘿,那床子之事,要不要听上一听? 我赵荀可是连这个都可以与你说上一说的。 非礼物听。 别啊,陆许啊陆许,其他事情都是你教我,我今日一定要扳回一局,好好跟你说道说道,这男女之事。 非礼物听。 陆许除了老静安王赵衡,在世时,辗转各个衙门担任一些无官轻重的小官小吏, 等到赵荀是习网替之后,就一直住在王府中,也出人意料地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只算是幕僚轻刻意尖挑。 但王府上下,没有谁胆敢怠慢了这位藩王跟前的第一红人, 哪怕是两代人都在王府上担任管事的大管家, 遇上瞎子陆许,也一样嘘寒问暖,生怕出了丁点披露。 而陆许也的确好说话,偶尔得闲,就能根斧上下人仆役不露痕迹地打成一片, 给人说书说,狐仙至怪,帮人算命看手下,书写春联也是有求必应, 真真正正是个无欲无求的散仙人物,在小肚鸡肠的难弄人物,也都憎恶不起来。 谁吃饱了撑着跟一个不会跟你抢什么东西,却能随时帮衬你一把的和善人物,过意不去。 陆许的住处僻静优雅,虽说独门独院,地方却也这时算不得如何气派, 院子里除了几名负责打扫杂事的女婢,也就一个换作杏花的贴身婢女, 伺候这个与世无争的年轻吓子。 夜深人静 陆许坐在书房,照顾杏花,她特意点上了两盏油灯, 至于是不是那上品松枝油水贵如金,陆许不至于去计较这种事情。 陆许目前在做一件眼瞎之前便在做的事情,自嘲为狗尾续雕, 那就是收集二十三十以及天下诸州以及郡县之书, 立朝可代明公吉章奏策,不论国典朝章, 还是官方记载民隐秘录,有得吉录,除了靖安王藏书, 还请赵荀暗中收购,耗费金银吉许,陆许依旧不去计较。 陆许让丫鬟杏花每日送独自,并且帮忙首路勾勒地里图治的轮廓, 他则亲笔以迎头小凯在书页出稿中做细致的眉批家注, 至今已经完成十余卷制,盛放于书房角落的一支竹框, 赞命书名为春秋周俊立病药方书, 有意自贬为一个只懂得头疼治头的墨流郎中, 为天下周俊把脉治病。 至于是否能对症下药,就由以后翻阅此书之人去决定。 说是兵家典籍,不准确,说是简单的地理图治,也不对。 赵荀曾经来到书房,随手翻过,并无精读的兴致, 只是将写这书当作闲暇差事的陆许也不去抢求。 陆许戈壁歇息,转了转手腕, 杏花询问要不要柔肩敲背, 仍是不习惯被人殷勤侍候的陆许摇了摇头。 杏花是静安王府上的精锐死士, 从赵衡传到了赵荀手上。 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护人和杀人也肯定更精通。 他可以为了护卫陆许坦然赴死, 也可以因为赵荀一句话而不眨眼地杀掉他陆许。 陆许眼瞎,可心知肚明, 而且也不会因此对他或是静安王生出戒地。 既说用人不宜依人不用, 又说防人之心不可无, 反正天底下的道理都给说光了, 但道理太多, 也就其实等于没说。 陆许一直在钻研如何细致权衡人心, 最终得出的结论也无非是富人如此皆知权衡利害, 可就怕那斗大妥小。 想来想去, 只是想出了一个陆许自认为很蠢的办法, 就是以棋子科数多寡来计算人心之后博。 陆许听着灯花燃烧时, 痴痴作响的细微声音, 笑道, 杏花, 世间声音无数, 你最喜欢哪一种? 杏花相貌平平, 不过声音清脆, 极为悦耳, 身段也婀娜动人, 因为要读书以及偶尔的代笔, 他就坐在陆许旁边的椅子上, 微笑道, 公子, 奴婢不知, 不过公子若是给出一些选择, 奴婢可以作答。 陆许轻轻点头, 略作思量, 娓娓道来, 全声, 琴声, 松涛声, 竹啸声, 山琴声, 芭蕉羽声, 落叶声, 质子读书声, 明记歌曲声, 少女挑担卖花生。 杏花眼嘴笑道, 奴婢肯定选卖花生呀。 陆许哑然失笑, 忘了你叫杏花。 不过, 我告诉你, 前朝有一位被称作施家天子的大豪, 说法便是与你一样, 也说那千百种天地青睐, 就属市井身相的卖花生为第一, 最是能断人肝肠。 杏花疑惑问道, 公子, 这是为何? 陆许在他面前, 大概是处处有求于人, 也就不吝言笑了, 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原因, 什么时候想通了再告诉你一声。 跟陆许朝夕相处, 杏花也随意了许多, 打趣道, 也有公子不明白的事情啊。 有很多, 曾被靖安王当面欲为不输袁熙的木盲寒室说完以后, 重新提笔, 服案书写药方。 此王是赵衡, 而非赵荀。 陆许至今也不明白那位让赵衡临死仍有怨念的袁熙是谁。 未完待续。